阿川,國民黨真的秀下線,我們剛剛講的第一個下線是什麼? 大家在開會,你找一大堆人在拍照,還叫意識人員幫你拍照,交友,這是第一件事情 第二件事情,迴力標來了,國民黨上禮拜怎麼講的? 開會,人本來就要到,你是地法委員,你不是演藝人員,你要準時到 你沒有準時就是藐視國會,結果今天迴力標來了 上午11點32分,國防外交委員會馬文君說,接下來請洪孟凱委員,洪孟凱,洪孟凱,洪孟凱不在 你們不是說異視規則,三次暢明就錯過就錯過,結果呢 12點06分又說,那不然我們讓洪孟凱再補四分鐘質詢 規則都你國民黨在講,會不會太誇張,政策會直接這樣拐一拐 不然這樣啦,我跟你講,你今天會知道,你看韓國的地方 韓國的地方在念一些有的,沒有的,TN很多在念 念的時候,學校這些人其實沒有咨詢,大家如果沒有咨詢 如果沒有咨詢,今天這裡有一棺,這棺,月都沒有咨詢 你知道嗎?這些都不是咨詢,是來拍照的 沒有,這麼多人要咨詢嘛,他們就看著說,現在誰在研究室趕快來 拍個團體照,吃八聲明齁,你時間很多就對了 他們其實只有三個,一個是陳超明,圖泉吉,袁康康康還有廖先生 四個要質詢,讓一大堆拍照就是怎樣 就這樣拍照,然後就PO上去 我們好認真 對,然後徐小姐說,你看我們,我們都有來 那禮拜二呢?禮拜二早上質詢的時候 林主義那個拍到空蕩蕩 都沒有人啊,月圓芝麻最後十分鐘,然後那個iPad這樣走過來 你來幹什麼,你是吃八聲明,服務所都不用處理就對了 什麼協調會什麼都不用整理 好,這個是這一個院會嘛 叫人到那一上,要那一上每天都可以拍照 你做立委,你每次都可以拍照 好,現在我們說馬文君 馬文君這個,我跟你講,我先講馬文君這個處理的程序是標準的 在立法院裡面,像這兩位 洪夢凱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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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位就有配音嘛 很多人,因為要走很多地方 對,他過去之後,如果過頭了 他回來的時候,他會把主席說,欸,主席我來了 我跟我們講一下,我跟你講,大部分的招委 大部分的招委跟他講說,欸,現在因為洪夢凱回來 剛剛沒有說錯,不然我們就洪夢凱說一下,好嗎 不是啊,上禮拜五,不是說綠營磁科摩嗎 不是說你們不是演藝人員 你們要全部stand by嗎 但是馬文君這個才是對的 所以上禮拜說的那些都假的 韓國的創的那些都假的 你幫我搞混了吧 沒有人這樣摸的啦,你如果要這樣摸就對了 那馬文君為什麼可以這樣摸 馬文君為什麼要摸啊 黃國昌,你不是說馬文君憑什麼那一條 可以讓洪夢凱繼續發言 黃國昌人咧,國昌老師人咧 人咧,這種回力標來得太快了啦 我跟你講,他要大家這樣摸就對了 下禮拜,他現在來就還有總質詢了 總質詢來的時候,來的又來摸上了 高點幾個都來摸了,沒有人的時候 民進黨的五十幾個都站在那裡 他也也也也也也,屁屁的後 說國民黨人咧,國民黨人咧 有意義嗎 我們有必要把地板原搞得像作秀一樣嗎 這個很幼稚嗎 像我跟靖平,我們在那個桃園市 因為靖平如果下午直行 他一定是中午來吃飯的心 心說來嘛,他不會高點坐在那裡 但是你說九點,然後看到黃靖平沒有來 就拍一張黃靖平沒有來 然後弄黃靖平,他會爽嗎 當然不會嘛 而且我跟你講啦 這種的有時候,譬如說 這個浩夢凱,他可你也傳一個耐火嗎 文君 說欸,趙偉,我現在馬上趕回去 你先不要喊上會喔 等一下我要講,我真的要講 就這樣啊 羅明財也跟韓國瑜,韓國瑜就不理他 對,韓國瑜那一條是算脫緒演出啦 他要吃水煎包啦 我覺得韓國瑜那一次這樣搞了 要整個立法院都開過去 好,許曉欣記人說這些話 許曉欣自己也要付出代價 許曉欣你就不要有任何一團 許曉欣委員,許曉欣委員 許曉欣委員三次不再 然後到最後又來便利喔 對,好,非常謝謝阿川 我今天想問這個范老師喔 狀況是這樣,狀況是這樣子 他們在幹嘛 他們在笑明 民進黨期間假期動員 但是到議場的立委 卻遠遠少於沒有假動的國民黨 我們不需要被動員才來上班 他在說什麼 我們都很認真對不對 我們都有來議場沒有國民黨 沒有民進黨的 可是問題是喔 民進黨今天為什麼要發假動 很簡單嘛 黃陽明都說得很清楚阿 民進黨團今天禮拜五嘛對不對 禮拜五開例行黨團會議 本來就會假動 民進黨今天假動是假動來開 他們黨團會議的 又沒有人要質詢 我每次去大院幹嘛 他們在開黨團會議幹嘛來會場呢 我去那邊,我又沒有要質詢 我覺得國民黨在那邊沾沾自喜 還在嘲笑民進黨 你看我們沒有假動 我們人來那麼多 所以我真的覺得他們搞不清楚 今天民進黨假動的原因跟目的 第二個我必須要講 馬文鈞為什麼獨厚洪孟凱 洪孟凱可以洪生漢就不行 平平都姓洪啊對不對 我們都是洪家子弟啊 為什麼洪生漢就被打壓 還三次名字就取消你的這個質詢的資格 連47秒都不等 對不對 洪生漢是已經準備要跑到會場去了 跟韓國瑜快插身而過了 就是不給你機會 完全在惡搞嘛 所以我今天覺得這個惡搞的回歷標 又回到了國民黨 所以我覺得韓國瑜今天立下這麼嚴厲的標準之後 那民進黨 沒有你標準可以立 對 那你就大家都同一個標準 而且你起碼事前跟大家講嘛 對 對我要立這個標準哦 我從下次開始裡面不到三次就不能質詢哦 你先跟大家講 你沒有講就直接實施 不叫而殺為之面 而且是羅明才遲到關洪生案什麼事 對所以我覺得韓國瑜當然為了他自己要立標新利益 我韓國瑜我自己立了一個新的標準 而且很嚴格的標準 而且我就是要整個顛覆立法院 未來立法院 不管是人事權 不管是都是以我韓國瑜新標準來做 那當然他就是立了威嚴 而且也在網路的聲量 博得這個藍營施責的肯支持 所以我覺得他算是贏了 可是卻輸了 過去長期以來 藍綠政黨彼此的默契 還有彼此的互信 現在沒有互信基礎了嘛 對 當然無存 彼此都是 原來你會用 你會用險招 我也來弄陰陰陰陰陰陰一下 對 大家過去 起碼還有一個互信基礎 現在都沒有了 我覺得只是讓立法院 未來越尖銳 越來越對立 而且抗爭會越來越多 我補充一下那個民進黨今天的假動 我們民進黨的假動是 呃就是前一天會發 是 像這個 今天的假動 昨天禮拜四發了 那告訴大家說 早上九點半假期動員 為什麼要開黨團會議 因為今天會知道 今天早上 就是禮拜五的早上 沒有任何一個民進黨 被排到總質詢 我們的總質詢在下午 對啊 那我早上去幹嘛 但是我們早 我們早上八點半 那一個會 我們假期動員是黨團要開會 對 因為今天有很多議案要決定 我們的立場跟態度 那就大家叫來開會 那譬如說像我們下禮拜 我們下禮拜呢 我現在收到下禮拜 有兩場假動 可是我不跟你國民黨講 哪兩場我們要假動 我們室友叫做 因應突發意識狀況 我們有室友的 他是某某委員會 要發出強制動員令 就是所謂的假動 不然要發錢 然後這個幾次沒來 就會被怎樣怎樣怎樣 都有一個規定 其實國民黨也是這樣 因為國民黨發假動 我都會收到 國民黨發假動 你混到他們群組裡面 對對對 他們也有人會傳給我 所以這種假動大家 諜對諜 所以這個今天早上 因為民進黨發假動 是會開黨黨會議 發假動不是要去議場裡面 所以徐曉星亂講一通 下次要這樣貼臉書的時候 再請問別人一下說 民進黨今天是為了什麼事情 發假動 我如果沒有發假動 我今天跟你們一樣 你去那裡 根本就沒有什麼意義 國民黨在立法院秀的下線 除了我們剛剛談的 你拍照就拍照 叫議事人員出來 我講個很簡單 議事人員是處理議事 對不對 請問你們拍團體照 是在議程中哪一張 要議事人員處理的 對不對 不對嘛 還有你明明規矩說了嘛 遲到就是遲到 一秒鐘都不能等 為什麼你可以等紅夢